好,我們剛剛已經看完了所有的基本微微的公式 那微微公式呢,1到15條 那這15條的話,希望同學們一定要把它給備手 不然在接下來我們等一下討論的圈弱的使用上 也會避到一些障礙 那這個公式表的部分呢 我已經在這個社團裡面 已經有貼出來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基本上就是整理了一些 同學們需要記憶的公式之類的 那希望同學們把這個照片的公式呢 搭配著我們現在的這一個影片 然後呢,互相做對照 那你自己的話,也順便一起來熟悉這方面的公式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個微分當中 微分裡面幾乎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技術 最重要最重要技術 叫做連鎖率圈弱 那圈弱的想法是什麼呢? 它想法基本上就是小學數數 也就是我們要算Dy over Dx 也就是y在x的微分的話 那這個微分呢,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說,這個Dy,Dx,你可以把它寫在兩邊 那中間呢,你可以藉由一個除一個乘 然後看起來有點像是抵消吧 但是呢,透過這樣的運算 可能會把它變得比較簡單 那這裡呢,比如說我就寫一個 假設叫做Dt好了 然後這裡寫Dt,Dx都可以 所以我們圈弱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除一個新的東西 然後把它承回來 那消掉之後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外對x的分 這個是圈弱的基本想法 而這個想法本身呢,其實呢 你可以給出一個嚴謹的證明 但是這個嚴謹的證明呢,是比較複雜的 複雜到我覺得可能比較不適合同學們 在這個階段當中就直接看它的證明 所以這個部分的證明呢,我就直接跳過去 那同學們可以自然的把它想像 才就是一個小學數學的一個運算上的操作 那它的嚴謹性的部分呢,我們這邊就不考慮了 好,但是呢,雖然我們不考慮它的證明 但至少同學們一定要會用 而且要用得非常熟練 所以我們下面要舉大量的例子 而這加大量的例子呢,我會慢慢做給大家看 會一開始呢,先從一個比較 比較慢粗淺的一個眼光去對待一個題目 然後呢,越到後面的五分的速度 會越來越快,越來越快,越來越快,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個第一個例子 假設說我們考慮的y呢 是x4四方,再加上3x4方四方 然後整個人在做一個五四方 下面在這個小學當中所有的題目都是給你一個函數 然後去算它的尾分 那這裡呢,我們知道說y是一個函數 而這個函數它的位置數是x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對x做尾分 那對x做尾分的技巧的時候呢,我們注意 在這個算式裡面呢,我告訴你 答案絕對不可以看成是什麼 就是一坨東西四方,所以答案就是5x4加上3x0方 減2什麼四四方之類的 你不可以直接這樣寫這種答案 如果說當然你要算這個尾分你也可以找一個 我們把它做展開,但做展開的話 實在是耗費太大的例子 所以我們要講一下這個技巧 這技巧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來,一個想法是,你可以注意到 這裡面有一坨東西 叫做x4加3x0減2 它是一坨東西 而這一坨東西看起來很複雜 而且也有為之數 所以呢,我們就把想法是框框放 來,過去呢我們學過一個東西 叫做x5次方 它的微分是5x4次方 這個是這個xn次方微論 n乘xn減1 好,那這個式子告訴我們什麼呢 它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想要把x5次方做為分頭的話 它答案會是5x4次方 特別可以注意到的事情是 在這個符號裡面呢 x,x,x,x 這三個符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基本上來講 你這裡的x可以有其他符號代替 你可以換成a,可以換成b,可以換成c 可以換成omega,可以換成sum 之類的都可以 所以我這裡就是用個圖解 把它想像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呢 想像就是說 如果你第一旁邊寫的 框框 跟五次方 對它做框框的微分的話 它答案就變成是5倍的框框 然後四次方 那框框你要填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我們要算y塊 y塊就是什麼呢 就是dyx 而這個和dx我們都注意一下 y等於多少 y等於這個東西吧 不代gia please 慢慢ór 只是dx9x加上公式 something2 五四方 那下那你要寫什麼呢 請注意 分母能分子的gt 方是框框的五四方 框框是誰啊 框框是x4加3x10顆2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 你要用到這個公式的話 上面是框框 下面一定要是框框 所以呢你在这边就要写的是D挖号X4加上3X0-2 但是你现在除了这个你要把什么样呢 补回来,把它补回来,把它乘回去,乘上D的X4加3X0-2 那刚刚的话你在前面还有一个DX没有写,把它补写回来,接下来写DX 所以答案呢就互置于出了,答案等于多少呢?我注意一下 首先在这个算式的前半部分,前半部分这里,它是什么呢? 框框的5次方D,然后再比框框嘛 所以答案等于多少?答案是5倍的框框的4次方 那你把框框概入就会得到什么呢? 就会得到是5倍的框框,框框是谁?X4加3X0-2的4次方 而至于后面的部分呢,后面的话它就是讲说 X4次方加3X0-2的微分是多少? X次方的微分多少呢?它是4X3次方 那3次方的微分多少呢?2掉下来就变成2X 然后3乘2X就是6X 然后后面的微分呢,长数微分是0 所以答案就会讲到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它的微分的结果 那也是作为我们圈入的第一道题目 让大家稍微有点感觉 到底要怎么样使用圈入的想法去做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在第二个例子里面呢,我们要看的是 Y等于2的obt x 这怎么做微分? 这个微分的问题,基本上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你要把它看的是框框的obt x 还是2的框框次方呢? 这里首先呢,当然第一个 你会觉得比较复杂的哪个部分呢? 复杂的是分子 那是指数的部分 但是除了指数比较复杂之外 我觉得更要强调的地方是 这里的位置数呢,并不是出在底数 而是出在指数 X只出现在指数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要立框框的话 框框应该要把它视为 所以这边呢,我们会用一个蓝色笔 通通来看一下,来标记一下 大家可以看清楚 好,所以这边我们要复习什么公式呢? 这边我们要必须要复解释 2的X次方百分之多少 指数微分我们有背过嘛 指数微分在这里 答案绝对不是 X乘上2的X-1次方 那它答案点多少呢? 它答案会是 2的X次方乘上2 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知道说什么呢? 你可以知道说 d 2的X次方百分之二的框框次方 除以d框框 那答案就等于是 2的框框乘上2 那这里框框你要填谁都可以 所以我们来注意一下 像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算的是什么呢? 算y' 那y'就是dy'x 而这个dy'x y'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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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btangx你放分母到旁邊的分子的地方你要把它補回來 所以這邊就寫d的abtangx 那剛剛的dx你還沒有寫嘛 所以在這個算式裡面呢 前面部分等於多少? 前面部分我們剛剛講過他答應該等於2的空空次方弄2 剛剛等於abtangx 所以呢減半就會是2的abtangx x弄2 那後面的地方等於多少呢? 是abtangx的1分 abtangx的1分等於多少? 我剛剛才推倒過公司裡也叫大家背起來 答案是1加平方分子 所以這是我們舉的第二個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更能夠熟悉關於圈入的一個想法 再來我們舉第三個例子 例子 例子是 重點在哪裡呢,重點是說 side微分是多少 那side微分是coside,就用這個方式來做記錄 我們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來,這邊就寫快一點了 就是 dsine 框框 對框框做微分,答案就是coside 我們要用到這個事情 好,所以我們要算一下y' 那y'就是 dy dx 那 dy 等於多少 y 等於是sine 的 x 框框 那你下面要放什麼 dx 但是我們剛剛講過,你不可以直接放 dx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的公式是 d sin 框框 over b 框框 所以你下面不能放 dx 你下面應該要先放什麼呢? 你下面應該要先放的是d x 框 x 那這個d x 框 x 你剛剛除了嗎? 你把它乘回來,就是乘上d x 框 x 然後上面再寫d x 所以呢,這個是利用到train rule的想法 然後呢,稍微省略了一點步驟 那這個省略的步驟呢 如果剛剛有這個前面兩個例子 你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話 原則上你現在會寫這個步驟 你應該是能夠聽懂的意思 所以呢,來哦,繼續我們下座 首先第一個算是裡面,框框是誰啊? 剛剛我們剛剛講過是 x 框 x 框 x 是這個 所以它答案應該是 cos 框框 所以答案多少呢? 答案是 cos 框框 那兩個派對相成的話,我們有背過微分公式 前微、後部微、加前部微、後微 所以前微微分就是什麼呢? 就是 1 嘛 請清楚一點 1乘ron x 再加上前面部微幣 就是 x 然後,ron x 微微是 x 分之1 我們上禮拜也推倒過 ron x 微微是 x 分之1 所以,我們可以在我們答案講多少呢? 答案就會是 cos x 框 x 再乘上什麼呢? ron x 再加上 x 分之1 就是 1 好,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三個example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四個example 在第四個example裡面呢 我們想要看一個比較稍微複雜一點的例子 是 y 等於 ax 再加上 k 根號 然後裡面的東西是 x 平方加上 b 平方 整個這裡把它看一個負二次方 比如說問題這樣子 所以你在這裡你就會知道說哪個是你的框框啊 框框是這個負二次方下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只背過一坨東西的負二次方嘛 那一坨東西的負二次方的公共是什麼? 我們直接複習一下好了 就是 比框框的負二次方 那個微分等於多少呢? 來我們學過的是 xn次方的微分等於xn-1嘛 所以呢 一個東西的負二次方微分答案等於多少呢? 當然就是 負二乘上框框的負三次方 來框框是這個裡面的這個東西喔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嘗試帶進去 好,所以有這個想法之後我們就來算y 框 y 框等於多少呢? y 框就會是 dy 框 而dy等於多少 y等於後面這一串 我們把它直接寫過來 就會是 D 呢 造超 好,就是ax加上x,然後加上x平方,加上b平方,然後整個在一個負二次方 然後下面呢,我們先不寫 那反正我們等一下要寫什麼呢?反正我們要把一個dx也補回來了 dx也補回來了,那就是dy除以dx 那dy除以dx,那下面放什麼呢?因為我們剛剛知道說 你要寫的是框框的負二次,這樣比框框嘛 那框框就是框框,是這個黃色框框的地方 所以你要把黃色部分給抄下來,就是什麼呢? 就是ax,來,寫清楚一點 就是d,ax加上根號,x平方,加上b平方 好,那你現在除了這個之後,你要把它補回來嘛 那補回來在旁邊,那就會變成什麼呢?把它寫長一點好 就變成是dx,再加上根號 x平方,加上b平方 好,一除一層嘛,然後你再下面放個dx 好,那這算是0,它答案等於多少呢? 來,注意哦,這裡的答案呢 第一個,框框的負二次方對框框微分 答案是-2,框框,負三嘛 然後再來,旁邊的微分 旁邊的微分,你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它是什麼呢? 它是兩個東西相加之後,再對x做微分 你就會說你這個微分,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前面這個微分,再加上後面這個東西的微分 那前面是誰啊?前面是ax a,x,a是長數,通常我們在這邊就是x是位置數 那一些其他寫的一些位置數,就是這裡a跟b 這個長數,只是不知道這個長數是多少而已 好,所以來要複習一下,ax的微分多少 因為x的微分是1嘛,所以ax的微分就應該是a 然後再加多少呢?再加上d的這個東西,對x做微分 好,先慢一點,這邊是d的微分號 x0方再加上d0方除以dx 看起來是這樣沒錯,但是你不覺得這個有點不舒服嗎 為什麼?因為它看起來就是告訴我們說 就是有一坨東西開根號 一坨東西開根號做微分 那怎麼辦呢?我們來回憶一下喔 這個東西就把它起來在上面好了 我們可能要用到這個東西就是d開根號 一個東西開根號的微分 我們正常來講公式的pattern會長這樣子 框框開根號d抵框框 那我們之前有配過,根號x的微分是2x0之1 所以答案會是2倍的根號框框框之1 所以呢,這個式子你要稍微改一下喔 怎麼改 這裡你不要寫dx,你應該要寫什麼? 你應該要寫的是,來,框框等於誰 框框是x0方加d0方嘛 所以你下面應該要寫的是dx0方加d0方 那這個dx在旁邊好了 dx0方加d0方,你像你除掉了,你把乘回來 才可以跟原本的式子是一樣的 好,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所以現在就是一個整理嘛 整理,來,前面是什麼呢? 前面就是-2照照照號 ax加上x0方加d0方 開根號整個的-3次方 然後再乘上什麼呢? 再乘上a加上i 首先這個存法裡面的前面呢,前面等於多少? 前面就是根號框框除以d框框嘛 答案就是兩倍框框,根號框框分之一 所以就是兩倍的根號框框分之一 框框是誰?x0方加b平方 然後再乘上右邊那個地方 x0方加b平方的微分等於多少呢? x0方微分是什麼?2x b平方微分是什麼?請注意b是常數 所以常數的平方還是常數 常數的微分永遠是0 所以x0方加b平方對x0為分呢? 答案就會是2x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一個立體的答案 下面這個例子呢,是跟講說 我們一個函數,它的位置數不一定是x 它的位置數可能是可以其他人 那如果位置數是其他人的話 同樣也可以做微分 來看一下 假設說現在有個函數叫做s s這個函數呢,它的位置數是t 好,如果說它的函數表達呢 如果說它的函數表達呢 是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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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好,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想要算什麼呢? 我們想要算s的微分 好,s對i t的微分 那麼s對i t的微分 那它答案就等於多少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s t等於多少 s t等於sin sin sin t 所以就把sin sin sin t給代入 那下面的應該是要除以底 t 但這個真的要除以底 t嗎? 特別注意到 在這個算式裡面 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東西它是講sin一坨東西嘛 sin一坨東西 所以這邊我們必須要回憶一件事情 就是 來喔,這邊我們必須要回憶 就是 d的sin si 框框 對 底 框框 si 框框 對底框框 答案多少呢? 答案是 好,所以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說 來喔 這裡的框框是sin sin t 所以sin sin t是框框 所以你下面不可以直接放底 t 你可能無法直接做出來 下面應該要改成什麼呢? 下面要改成是 底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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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放了底 sin sin t 的話呢 請注意上面變什麼 你除了這個之後 你要把它撐回來 就是 底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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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變這樣子 把它變這樣子 這裡的符號呢 可能我可以把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這裡的t可以不用加括號 不用加括號 好,變這樣子 好,所以呢我們 除了一個 扯了一個 這裡的dt 這個造鈔好了 但是原本要造鈔的 這裡也這邊可以注意一下 原本應該是要造鈔沒錯 但是呢 來喔 這個算式我們可以算嗎? 不行 因爲什麼? 因爲它sin一個東西做微分 那sin一個東西做微分 它改成這裡什麼? 這個是sin的框框 所以這個框框是sin t 所以下面你要放的是 底 sin t 才行 所以這裡的dt 你要再改一次 底 t呢 改成的是 底 sin t 才可以跟上面這個黃色框框長的一模一樣 那你現在除了底 sin t 之後你要把底 sin t 扯回來 那你再指出一個底 t 那你再指出一個底 t 那你再指出一個底 t 這就是我們要的 這就是我們要的 好 那對於這個式子來講 接下來我們就把答案提出來了 答案哪有多少呢? 來 這個答案呢 哪有多少 那這答案哪有多少 首先 第一個部分 sin一坨的東西 對一坨的東西都微分 那這個東西我們重要 不關心 答案就是cos的一坨的東西 那cos的一坨的東西 裡面有什麼呢? 就是sin sin t 然後再來成什麼 再來成那 sin一坨的東西 對一坨的東西做微分 所以答案是cos的一坨的東西 所以就是cos的sin t 那再來一個部分呢 最後是sin t對 t 做微分 答案是cos t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這個 例子的答案 好 那這邊呢 可以跟大家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位置數 不一定要是x 可以是t 可以是u 可以是s 隨時隨時 隨時你想保的都可以 再來第二件事情 我們剛剛的圈弱呢 有點像是 就是小學的數學 把它一乘一除 就是 除一個東西 再把它撐回來 那這個一乘一除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 連續做兩次 變成三項相乘 四項相乘 五項相乘都可以 你想要怎麼變得很 所以這個長度不極限 也只有兩次 不一定只有長度是 兩個喔 不一定是一個獅子 變得兩個東西相乘 有可能一個東西 是三個東西相乘 四個東西相乘 都是有機會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例子 下面這個例子呢 我們想要做的是 一個含號是LP 那LP這個含號是 它是什麼呢? 它是 一的 等 等 然後裡面呢是多少 裡面是2P 好 我們想要做這個微分 好啦 這個微分呢顯然 你一開始要先注意到 它是 一等一坨東西的微分 好 我們等一下在做的時候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它速度會越來越快 那這個越來越快的過程呢 你要記得 它的每一步驟是怎麼來的 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對它做P 做一分 就是L primeP 來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DL over DP 那DL over DP是什麼東西呢? L是什麼東西? 把它照抄 L就是 1的 根號 Tangent 2P 然後 這是它裡面應該要放DP 但是請注意喔 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1的框框次方 1的一坨東西的微分 1的一坨東西我們要配微公尺 1X的微分是1X 所以呢 你上面是1的一坨東西 那這坨東西呢 你下面要把這個看成一個框框 那這個框框 你要下面放的是D框框 所以我覺得以後不再寫的是什麼呢? Sine D side框 Over D Code 這個東西我就不再寫了 這個我就直接看了 就是D E 框框 下面就放的是D框框 下面放什麼呢? 現在放的是根號 Tangent 2D 好 所以你現在多除了這個 你就把它乘回來 乘什麼呢? 乘上 2D 1 根號 Tangent 2D 好 那你現在再來看這個 這個東西到底是 一坨東西開根號 還是一坨東西取tangent呢? 現在是一坨東西在整個開根號 所以你要想像可能是 根號 框框 根號裡面有框框 所以呢 下面要放D框框 我們再來說D框框多少 D框框就是tangent 2B 好 那你現在除了tangent 2B之後呢 你把它乘回來 D tangent 好 Dtangent 2B 這個寫清楚一點 D Tangent 2B 好 注意到 這裡是tangent的一坨東西 tangent的一坨東西 所以就是tangent框框 tangent框框的話 你先來放的是D框框 所以呢 下面就放D2B 好 那是以後是什麼呢 D2B P 那你最終目標是要寫什麼 最終目標這連 你要寫的是對於P的微分 所以上面再寫個D 所以在這裡 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 原本這個問題呢 原本就是一個 看起來是微分的問題 而這個微分的問題呢 你必須要把它拆成四個東西相乘 才可以比較方便做計算 好 所以答案等於多少呢 答案就是直接寫下來 第一個是多少 一的一坨東西 對 一的框框對框框度微分 一的x次方對x度微分 是什麼東西 就是一的x嘛 所以就是一的框框 所以答案就是 一的框框是誰 就是根號tangent的東西 根號tangent 然後括號2B 好 這個寫的沒有很清楚喔 插掉 tangent 然後2B 然後這個寫到下一面這項 框框的根號 比框框什麼意思 根號的微分是什麼 2根號x分之1嘛 啊x變框框 所以就是兩倍的框框分之1 所以就是兩倍的根號 框框 框框跟誰呢 框框是tangent二T 所以把tangent二T x次框框框 框框是什麼呢 框框只有2B 再來最後一個 2P對P的微分 來 2x的微分 就是2 precisamente 2乘位置數 其實這個也不用寫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兩個人 所以當年圈弱越來越熟的時候 我們整個計算的速度可以越來越快 大家到時候圈弱弄得夠熟的話 可以一眼看答案 剛剛我們已經看過了圈弱它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以及許多的立體 在這些立體當中我們用到的想法 基本上就是用到國小數學當中 擴分的原理 也就是說如果以後你想要算 y這個函數對x的微分 也就是dy除以dx的話 你可以考慮讓分子跟分母同時乘上dt 以使得說dy除以dt,dt除以dx 在某些情況下它的計算可能更為方便 好,來得到我們原本題目的解答 好,所以有了這個想法之後 我們自然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畢竟老師你說過 微分的運算在往後課程中非常重要 那除了每一次都把這個微分的這個運算呢 用擴分的原理一個一個拆之外 有沒有其他更快的方法呢? 那當然是有的 下面我們就來介紹它 那我先講結論 原則上是這樣子 就是我希望呢 同學們在藉由這樣子一個圈弱的練習之後 如果你能夠的話 那最終的目標就是 以後我只要出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它是一個叫你計算微分的提醒 基本上這種提醒 只要我不要你整理出一個最漂亮結果的話 那你應該都要能夠一個等號就完成這個題目 像這種微分的提醒呢 原則上每個題目應該都可以在30秒 甚至是最多啦 一分鐘之內可以完成 現在考慮一個函數叫做fx 如果說我們要把fx做n次方再微分的話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根據剛剛的權弱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的意思就是fx的n次方 然後前面放個d再出一個dx 對於這個式子來說 因為我們的框框是fx 所以你底下放dx的話 我們無法直接做 所以你下面的dx必須改成dfx 怎麼改呢? 想法很簡單 就是首先 你先把這個dx放在另外一個分 分數的一個分母的部分 然後呢dx的部分 你會把它做擴分的方式 就是一乘一除 所以當你這樣做的時候呢 這兩個層積的前面 它會等於多少 它就會是框框的n次方 對框框做微分 框框的n次方 對框框做微分的話 答案會是n乘框框的n-1次方 所以這兩頭東西相乘的前面的部分呢 它就會是n乘框框的n-1 也就是n乘fx的n-1次方 而後面dfx over dx 它答案就會是f'x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fxn次方的微分 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原則上我寫的這一個表達式呢 你往後可以帶入任何的式子在fx裡面 它答案都是對的 類似的 譬如說我們再隨便看一個 講的叫做sinfx的微分 那sinfx的微分的話 根據剛剛這一個同樣的道理 你可以知道說 最終出來的結果 原本呢 我們要知道它可以變成是 譬如說是框框的n次方 框框的n次方微分 我們會認為是n乘框框的n-1 但是畢竟我們不是對框框做微分 而是對x做微分 所以我們最後面呢 一定會有謀一下 是要放的是框框自己做微分的這一下 框框自己做微分 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知道說 現在如果我想要對sin框框做微分 而且但是我們這個sin框框的微分 但是我們是要對x做微分的話 那最終的結果呢 你必須要再乘上fx對x的微分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來說 sinfx的微分的話 它答案會等於是 口上fx的微分 再乘上什麼呢 乘上fx自己的微分 好 但譬如說我們再看下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要看的是1的fx次方的微分 同樣道理 1的框框次方的微分 對框框微分的話 它會是1的fx次方 但是呢如果我現在呢 做完這邊 我們目標是要對x做微分嘛 所以你必須還要再用框框對x多微分 那框框對x多微分 那框框是fx fx對x多微分就是f'x OK 在這邊舉個例子 假設我們要看的是 longfx多微分 也就是long框框的微分 那long框框對x多微分呢 那首先你要先把它想像成是 long框框對框框的微分 答案是long框 答案是框框分之1 就是longx多微分等於x分之1嘛 那只不過是你的x呢 用fx來做取代了 好 但是我們最終目標是對x做微分 所以fx要對x做微分的話 那它答案是多少 它答案是f'x 所以f'x 用高算出來的答案是fx分之1嘛 fx分之1乘上f'x 這個f'x呢 可以在方法分子的地方 所以就變成是fx分之f'x 所以這種想法 它基本上 只要你同學熟悉了之後呢 你都可以一律想像成就是 單純的微分嘛 那微分完之後呢 裡面比較複雜的這一坨 或者說 我們的位置數的這一坨 就是 來 比如說這裡是一坨東西N四方 那就是一坨東西N四方 撞完微分之後 我們這一坨東西要再做微分 又比如說sine一坨東西的微分 那當然就是sine自己的微分之後呢 然後一坨裡面這個 藍色框起來這個部分 再做一次微分 那再來 1的一坨東西的微分的話呢 那也就是1的 未知數的微分 算完之後fx自己再做一次微分 也就是框框再做一次微分 所以像我們現在講的這些 例子呢 基本上也是想要跟同學熟悉解釋說 如果呢 你之後 想要慢慢的加快你的運算速度 而不再使用 每次要用這個 國小數學這種 擴分的想法來去做的話 那它的idea 就是類似於撥洋蔥的方式 一層一層的去解決問題 那這一層一層解決問題的方式呢 如果你熟悉了 那基本上我們後面這些題目 就真的可以慢慢的達到 一行一個等號 解決問題的能力 好 那比如說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現在考慮的是 Arctangent fx的 Arctangent帶了fx 然後整個做微分 那我們知道說 Arctangent的微分就是 1加x平方分之1嗎 所以首先會有 1加fx的平方分之1 一線不解 然後呢 fx自己做微分的話 就是f'x 所以f'x你可以放在分子 好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好 所以這個想法 依此類推都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好 所以下面我們來看一些具體的例子 假設 第一個 我們考慮的y是 Arctangent 好 1-x平方整個開根號 那對於這個問題 它答案等於多少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首先 Arctangent的微分等於多少 Arctangent的微分 它又等於是 1-x平方開根號分之1嗎 所以這裡的x等於誰 這裡的x等於是 這個東西 這一整圖東西 你要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Arctangent的微分 就是1-x平方 開根號分之1 所以呢 根據剛剛的想法 你可以先把寫下來 就是1-2 框框平方分之1 那这里框框是谁 框框刚好是这一拖东西 也就是 1-x 看刚好 这个东西视为框框 整个东西平方再分之1 那这个更好的东西 Damage 你要写得清楚一点 大家尝一下 好 那你做完之后呢 我刚才说过 你框框的部分要再做一处的分吗 那框框的部分 它可以直接作一处的分吗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到 好像还不能嘛 对不对 因为呢 你只学过根号x微分是2根号x分之1 你没有学过根号里面放1-x平方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现在我们画这一个圈圈里面这一坨东西呢 你也无法直接被公式得到答案 所以你必须还要再做一次圈弱 好 所以有这个想法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想想 框框开根号的微分是什么 框框开根号微分 它答案会等于是两倍的框框开根号分之1嘛 所以呢它答案首先 第一个它会等于是两倍的根号框框是谁 这里框框是指里面的这个1-x平方 好 所以你就写下来是两倍的1-x平方开根号分之1 那你做完之后 你记得刚刚的想法要一直套用下去 也就是现在我们框起来这个部分 1-x平方 你要再做一次微分 那1-x平方的微分 那1的微分是0 x平方的微分是2x 那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就是负2x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用一眼看答案的方法 那也有些人会习惯叫它为波洋虫法 好 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会有点难度了 它就讲说两个三角函数相乘 这个微分怎么做 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是什么 前为后不为 加前不为后为嘛 所以呢 你前面要放什么呢 你前面应该放的是 来 先听清楚了 前为后不为 所以呢 前面微分我们要先填 好 那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里前面的东西是什么 前面的东西是 tangent一坨东西的平方嘛 所以我们先理解哦 它是 一个坨东西取tangent 还是一坨东西取平方 再想一次 它是tangent平方sinx 它是tangentsinx整个东西的平方嘛 它并不是什么东西取tangent 并不是 这个线后顺序 大家要搞清楚 所以 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 你要先把它先理解为是 一坨东西的平方 一坨东西的平方 微分等于多少 等于是两倍的一坨东西 再乘上一坨东西的微分 所以 它答案等于多少呢 它等于是 来前面这个 这个 画底线这个东西的微分等于多少呢 画底线东西的微分等于是 两倍的tangent 3x 还没结束哦 现在是两倍的一坨东西 而里面的这一坨东西是tangent3x嘛 tangent3x你还要再做一次微分 但是tangent3x的微分 你有背过它的微分公式吗 没有 但是你只背过tangent的微分嘛 那 这里也是一样用到权弱 好 再用一次权弱 来 所以我们来想一下 tangent的微分多少 second平方 所以首先你先知道说tangent框框微分是second平方框框 所以这里就是second平方框框是3x 这里的框框就是3x 你算完之后你这个sinex必须是怎么样 再做一次微分 sinex的微分是似乎多少 是3 OK 所以tangent平方sinex的微分就会长这个样子 好 就会长这个样子 那我刚刚说过 两个函数相同微分就是前微后不微嘛 所以来后面的second四次方x分之一 就直接带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就直接照抄 好 好 那这题结束了吗 还没 它必须要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前不微后微嘛 那前面不微的话 前面很简单 就是tangent平方3x 正OK 那再来是写后面微分嘛 那后面的话是什么呢 是second四次方x分之一 所以它至少来想一下 它是一坨东西取second 还是一坨东西的四次方 显然它是sin x分之一的整个四次方嘛 所以你必须把sin x分之一想象成是框框 框框的四次方微分多少 答案显然是四倍的框框的三次方 所以就是四乘上second x分之一的三次方 好 这个三呢 没有空间 所以我把这个往后移一点 好所以这是三 写在这边 然后呢 这框框是什么 框框是second x分之一嘛 所以呢 我们要先知道说 诶 second的微分是多少 因为我们没有背过second x分之一的微分 所以second的微分等于多少呢 second的微分等于是tangent second 那这里的second里面带来是什么 带来是x分之一嘛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 诶 second框框的微分是tangent框框 second框框 只不过这里的框框是x分之一大的 好 所以乘上多少呢 再乘上tangent second 只不过你框框里面带的东西是x分之一 好 再来最后 就是x分之一的微分 x分之一的微分就是框框嘛 刚刚刚我们知道框框等于x分之一 那x分之一微分等于多少呢 我有跟同学们讲说要背起来 答案会是-x分之1 所以再乘上x分之1 好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例子 如果说同学觉得我现在讲的速度太快 那欢迎就是你再多听几次 然后慢慢的去熟悉我像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 那当然如果你熟悉了我以上的步骤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这个过程洗得非常的快 好 好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东西它是一坨东西分之一嘛 那我们曾经有讲过你这个一坨东西分之一 也就是框框分之一 框框分之一答案等于多少 微分就是-框框平方分之一 又或者当然同学们可以想象成就是两个函数相处也OK 但是我们这个公司毕竟有直接有背起来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套用下去 所以你就可以把想象成什么呢 就是框框分之一 来框框分之一微分等于多少 答案等于是-框框平方分之一 再乘上框框微分 所以答案就是-框框平方 来就是框框等于呢 框框就是分母一场串的这些式子 也就是1的2x加1 再乘上x加上sinx 好再乘上什么呢 再乘上里面这桃东西的微分 里面的框框的微分 那框框微分等于多少呢 来注意 框框它是什么 框框它是两个函数相乘 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等于多少呢 前围后部微加前部微后微 所以它答案等于多少来着 它答案注意 前面微分等于多少 来哦 加1微分就是0嘛 因为1的微分1是常数 当然就是0 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 1的2x的微分等于多少 那1的2x的微分 我没有背过吗 好像没有背过 因为我们只背过1x 所以我们只记得1的框框微分 答案是1的框框 那自己的框框变成2x 所以它再用一次权弱 好所以前面的微分等于多少呢 前面的微分它就会是 来哦 1的框框微分等于1的框框嘛 所以就是1的2x 再超一次 2x 然后呢 框框 框框是谁 最的框框是2x 2x你还在做也错一分 所以呢 答案会是2 好 那加1的部分 我们刚刚说过 已经不用理它了嘛 所以就是0就不用理它 那后面的话就造超 就是x加上sinx 然后就造超 好 那 这个是前围后围 那还记得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前部围后围嘛 好 所以前部围叫什么呢 也就是1的2x加1 这东西直接造超 然后再加上 再乘上什么呢 再乘上后围 那后面是什么东西 后面是1加sinx嘛 是x加sinx 那x加sinx微分等于多少呢 显然它就是1加cos 好 所以你必须要再乘上 1加上cosx 好 这就是我们要答案 好 这就是我们要答案 好 前面三个例子呢 我们都知道它的位置数 都有嘛 都是x嘛 但是从第四个例子开始呢 我要跟你们讲的事情是 这里的位置数呢 没有人说它一定要是对x微分 比如说像这个第四个问题呢 它就跟你讲 rθ等于这一坨东西 那也就是说 这里的r是个函数 而这个函数里面的位置数是θ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操作这一集的时候 你要自己想清楚 我们过去是对dx做微分 那你要把所有的x都换成θ 好 所以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一坨东西的四次方 的微分的话 它答案等于多少 那答案就是四倍的一坨东西的三次方 这乘上这个东西的框框的微分嘛 那这里框框会有什么意思 就是d框框dθ ok这个不要搞混了 不要搞混了 就是刚刚的dx 全部换成dθ 如往炮制 如往炮制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怎么做 来 我们要得到r'θ r'θ r'θ来注意 它是一坨东西的四次方 所以一坨东西的四次方 答案多少 四倍的一坨东西三次方 再乘上一坨东西的微分 所以就是四倍的一坨东西 来 一坨东西直接造叉 好 不用带大脑的造叉 的三次方 再乘上一坨东西的微分 那一坨东西的微分 那一坨东西的微分等于多少呢 来注意 一坨东西是什么 一坨东西就包含了θ 然后还有后面这一坨东西的三次方 那θ的微分简单嘛 那θ的微分简单嘛 那θ就是什么 θ的微分就是1 请记得 这也是对θ做微分 θ对θ做微分就是1嘛 所以来走先第一个θ答案就是1 那后面的部分就稍微比较复杂了 来注意 它是一坨东西的三次方 那一坨东西的三次方答案多少呢 答案会是三倍的一坨东西的平方 所以就是三乘上 三乘上θ 再加上sin 平方θ 然后从三次方变两次方 那这里的话你要记得 这里的一坨东西是θ加上sin平方 所以θ加上sin平方你要再做一次微分 来 θ微分多少 是1嘛 好 θ微分是1 然后再来 sin平方微分是什么 请注意 它是一坨东西取智呢 还是一个东西取平方呢 显然它是一坨东西取平方嘛 所以来注意 一坨东西取平方的话 答案多少 答案是两倍的一坨东西 来 两倍的sinθ 这层上这一坨东西是什么 是sin sin自己再做一次微分 就展现说是cos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题答案 再来哦 我们做的其实蛮多的 那重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可以 体会我们像这样做题目的一个思维 好 再来第四题 第五题 第五题 第五题的话我们可以知道 来 这里位置数我又换成x了 好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坨东西的四次方微分 那显然答案会是 四倍的一坨东西三次方 乘上一坨东西的微分嘛 来 所以呢 首先答案给多少 我们可以知道说 一开始你可以先写清楚 就是四倍的一坨东西三次方 ok 甚至呢我就直接偷懒了 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把这里的四给改掉 然后四给改掉 好 这边三次方 好 那乘上什么呢 来注意 它是两个东西相处嘛 分别是什么东西相处呢 是1减cos2x 除以1加cos2x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函数相处 f除以g的微分哪有多少 f除以g的微分 我们知道说它公式是g平方分支 f'g-fg'嘛 好 所以首先你先把分母做平方 分母平方的话就是 1加上cos2x的平方 然后分母分子的地方等于多少呢 上为下不为嘛 那就是f f多少 1减掉 1是常数 微分就是0 不用理它 那cos2x的微分多少呢 cos2x的微分当然是-sin2x 那请记得2x还是做以致微分 再乘个2 所以负的cos2x的微分等于多少 刚刚说过 如果只是光cos2x的话 答案是-2乘sin2x嘛 但是你前面有个负 最负负得正 所以答案会是2倍的sin2x 好 然后呢 上为下不为嘛 所以下面不为的部分 就直接照抄 加上cos2x 好 再剪到什么呢 剪掉 上不为下为 上不为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1-cos2x 照抄 这乘上什么 下面微分嘛 那下面微分多少呢 1加cos2x 那1加cos 1加1的部分常数嘛 常数微分就是0 不用理它 那只剪2x的微分呢 那cos2x的微分呢 那cos2x的微分呢 那cos2x的微分哪多少呢 答案就会是sine的框框 呃 抱歉 抱歉 口塞微分是负塞 口塞微分是负塞 所以 那它是负塞的框框 负塞 的框框 这里负塞框框 来这里的框框是2x 再乘上框框微分 那2x的微分是什么呢 2x的微分是2 所以你也要再乘上一个2 好这就是我们要答案 好这就是我们要答案 只是说我们这个答案 还未经整理而已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它很丑 而实际上 我们上面看到这些题目 呃 因为我是乱出的 我没有特别设计过 所以基本上呢 呃 你有没有整理 都没有太大差别 他们都长得很丑 那实际是考试中呢 会不会考到这种复杂的 就是机率会比较小一点 但是我上课 过程当中 我举的例子比较复杂 就是希望让同学们知道说 我这个思维的模式 好那有没有题目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整理出来是很简单的呢 还是会有啦 好 比如说第六个例子 我们来算一下 对第六个例子来说 我们现在要搞定的是 y' 来 y'等于多少呢 我们思考一下 y' 因为它是long的微分嘛 那long框框的微分答案是 框框分支 框框' 所以来 框框等于多少 框框就是 x加上 根号 x'加1 好 我把它写清楚 就是x加上 那就是long的里面的东西呢 变成分母 根号 x'加1 分之1 然后再乘上什么呢 再乘上 这个东西的微分 好啦 这个东西微分等于多少呢 注意 x微分是1 这个我们知道 然后它是 再来后面是x'加1开根号 x'加1开根号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至少为一个东西 一坨东西再开根号 那一坨东西开根号 答案是多少 答案 微分出来结果还是 两倍的一根号 一坨东西 然后分之1 这个符号 写清楚一点 好 两倍的 x'加1开根号 分之1 然后再乘上 这里的框框是谁 x'加1 那x'加1 微分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2x 写清楚 好 所以目前 呃 长相会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诶 这个狮子哪里漂亮了 我们来看一下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首先呢 前面的分母的地方 前面这一头东西呢 是不动的 它是x 加上 x'加1开根号 分之1 那后面的部分呢 来我们留意一下 首先在这个狮子里面 22可以消掉 好 所以呢你稍微 通分一下 然后整理一下 变什么呢 来下面分母的地方是 根号 根号 x'加1 那分子的部分是什么呢 来哦 1加上 这个东西x嘛 那1是多少 通分嘛 变成是 根号 x'加1分之 根号 所以分子的地方 它就是根号 x'加1 然后请记得 最后面再加上这个呢 这个x 好 所以加上x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狮子它可不可以变漂亮呢 诶 可以耶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x加上这个东西开根号 x'加1开根号 会跟这里的x'加1开根号加上x 这两个子之间可以抵消 好 所以答案就会出现 根号 x'加1'加1' 好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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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